来进行一个推算 但是它是否具有权威性和真实性 是不可以肯定的数据 OK 那么我们今天的刚才的第二话题 我们就讲述到这里 稍等一下 我得上传一下 你不要笑我 我是新手 我每一次都得重新来做一次 而且你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 你总是调我们的毛病 对一个新手来说 不能调更多的毛病的 鼓励鼓励的 这么多的观众面前要要求 不能调太多毛病 要不然就不会做了 OK 做得不错 不过学习和进步是理所当然的 不学习不进步 那原地踏步是不可以的 任何人在人生当中的任何时候 都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和认识 OK 我们说一说 湖南的事情 这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洞庭湖的南北西 都出现了大幅度的问题 北我们知道是湖北的武汉的肺炎 南面出现了我们看到的 目前在越洋发生的 其他的地方都发生了禽流感 而且这个禽流感病毒被确认之后 大家都知道 它是早已经是可以人传人的 而这个也曾经夺取了很多国家人的生命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情况 突然之间南北都出现 与此同时西部 也就是洞庭湖的上游 我们知道长江的上游 重庆一直到成都一线 也出现了地震 那么目前被测得是6.0几 当然中国宣布并没有那么高 到底有多高 这个目前也在政治当中 那么同时三个方向都出现了如此大的一个灾难 那对于很多人特别是那个区域的人来讲的话 是非常之恐慌的 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 您刚才讲的这个北有武汉 南有广东 那么这个湖南湖广实际上是一家 对吧 湖的北面叫湖北 湖的南面叫湖南 共饮长江水 共有东庭湖 差不多 所以这个现在的这个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 就是湖南越洋人 就是非常接近了这个湖北的这个地方 那么湖南的很多的 这个一些县市和这个湖北呢 是连在一起 而武汉和其他一些城市 成为湖南的一些人去打工啊 找工作的学习的一些地方 很多湖南的孩子 会考到武汉的什么武汉大学啊 华中理工学院啊 这些大学 华中工学院嘛 好像我都忘了 不知道什么大学 反正就是很多湖南人会跑到 北边的湖南人 比较相当多的和这个 和湖北 尤其是跟武汉有链接关系 所以这一次武汉所产生的这个 这个疫情呢 对这个湖南打击非常大 比很多省市 打击可能都来得要沉重 但是这些资讯呢 都被隐藏起来了 或者是媒体没办法机会报道 那么这一次出现了这个湖南 绍阳啊 这个禽流感啊 那是又是另外一个晴天比例 为什么呢 因为湖南少年的这个禽流感和这个武汉的这个病毒 是亚马萨 禽流感到目前为止是一个毒性非常大的一个病毒 早一些年的禽流感 对整个亚洲造成很大的打击 包括越南 包括乡海 对吧 包括这个一些亚洲国家 但是当时的禽流感发现了一个很邪门的事情 没有流创到这个澳美 那是不是因为禽流感主要是通过鸡啊 来这个流传 而这个鸡呢 没有进入到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进入到这个澳美有关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种情况 但是湖南少年的这个禽流感呢 是曾先生一个人 一个养殖妇家里发现的 说他那里有七千多只鸡 对吧 后来呢 杀掉了多少多少只 然后把周围的其他的鸡都给杀掉了 现在已经是杀掉上万只鸡 或者是甚至更多 但是他的情况有没有根据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一方面呢 美国和中国的这个疫情方面的这个联络啊 比这个上一家政府时候要少 那因为上一家政府因为有这个 这个肛股的这个病毒 还有加上墨西哥的病毒 那么使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这方面交流的比较多 但是川普总统上台之后 对这个流行病的这个预算呢 好像是砍了20%还是砍了多少 第二个就是这个WHO 这样一个组织呢 这个跟中国的利益完全捆绑在一起 没有扮演一个联合国这样一个最高的卫生组织 对中国的卫生系统的干预 或者是了解 所以现在湖南少远这个事情的进展 仍然是不清楚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炸弹 如果同时几场病毒爆发 那么这个国家是很难相信他有真正的应得能力 他可以有能力啊 几天啊 修一个什么什么医院 这没问题 但是未必有能力去应得一场 以前没有产生过的啊 这么一个这个啊 大的事件 他最怕的就是投发事件的硬币能力差 这是往往专制政权的一个 一个崩溃的很容易的倒火线 不像在美国 美国就必须要发生一些这个投发事件 因为他不曾在一个媒体控制 所以人们很容易在媒体本身中间呢 得到迅速的可以信任的消息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呢 他这个政府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职业标准 职业标准中国没有 中国就是一批狗屁鲸 不是个马屁鲸 我就抱歉 马屁鲸对吧 这个这个 所以这个马屁鲸呢 终于到了他们考验的时刻 你那个蒋少良 对吧 早几天大家嘲笑这个王小冬 对不对 那应该起起教训了吗 你看那个蒋少良 他回答了记者的这个提问 都准备好稿子 都搞错了 都搞错了 有人就说 哎呦 他们的水平真差 不会的水平真差 我认为你们了不了解 跟特党 跟特党现在省委书记里面 蒋少良和这个 蒋少良 蒋少良和这个王小冬 在这个各个省委里面 算资格比较老的 算这个水平比较高的 要提到成本就更糟了 你像蒋少良 从中央到地方 混了这么多年 对吧 而且跟王一山也接受了 王一山几招 完全是的招数 对不对 那王小冬是从江西到贵州 到湖北 对吧 几起几楼 差不多是跟 差一点还完蛋 跟着老板 这些都像 相对讲能力的比较强的人 你就想象他们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湖南这个事情 不然我现在谁谁在管 我都没有关心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炸弹 另外一个炸弹 中国现在的炸弹 他只要爆放这个三四起炸弹 他就完了 你就像美军 他的前处的这个直战能力 足战能力 他是很牛的 实际上最牛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未必有能力 同时进行两场比较大规模的 这个战争的能力 或者中型战争的能力 所以我在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报告里面 同时把俄罗斯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列为这个战略对手 我是有非议的 我认为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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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这个事 主要是利用这个北约 这样一个已经成规模的 有经验的 集合了欧洲的主要的 这个国家 来制约和 这个对付这个 这个这个叫 这个 俄罗斯就可以了 美国不需要 在国家安全报告里面 把俄罗斯作为一个对手 而只要呢 把这个中国作为对手 这是讲的体外话了 但是我跟你讲的意思是说 权力的运作 它的能量 它的轨迹 它是有一个有限度的 当它超过那个限度以后 它的一个权力体系会崩溃 它就崩溃 因为它对付不了 这个几堂危机 如果你这个时候 新疆闹点什么事 西洋闹点什么事 东北闹点什么事 那就完了 对吧 民运是闹点什么事 对不对 那就完了 所以这个这个 就看这个几堂危机怎么样 停留感如果情况下去 那就完蛋了 早一当是吃不到鸡肉 平时吃不到鸡肉 中国人就是喜欢吃鸡肉啊 鸡肉啊 对吧 对 那么插播一条重要的消息 刚刚获得的最新消息是 中共官方媒体公布 今天新增2829例病例 累计确诊17205人 已经是当年SARS的两倍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总共是31个省市 包括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这样的一个特殊单位 那么湖北省呢 是3260例新增 那么新增疑似病例呢 湖北省呢 是5173人 那么重庆 重庆是新增比较多的 那么包括死亡人数呢 也是重庆呢 也是在后紧跟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可以说呢 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消息 香港特别行政区呢 是15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呢 是8例 台湾地区呢 是10例 那么整体情况呢 在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呢 也在不断的增加 但是不在这样的一个数字 统计范围内 因为他们只统计 位于 中共 共和国的范围之内的病例 那么我给大家详细的读一下 我觉得很有必要 2022日 24时 31个省自治区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的新增确译病例呢 是2829例 湖北省呢 是2103例 新增的重症病例呢 是186例 湖北省呢 是139例 大概百分之 大概我们知道 70% 是在湖北省 新增死亡病例呢 是57例 湖北省呢 是56例 重庆市呢 是1例 新增的治愈出院呢 是147 湖北省呢 是80例 新增疑似病例呢 是5173例 湖北省呢 有3260例 截至2月2日 24时 国家卫生健康委 收到31个省市自治区 的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 是17205例 北京市呢 核减3例 江西省呢 核减了1例 现有重症病例呢 是2296例 累计死亡病例呢 是361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呢 是475例 共有疑似病例呢 是21558例 目前累计注意中道的密切接住者呢 是189,583人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呢 是10515人 共有152,700人呢 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呢 我刚才已经说过的是33例 这是刚才得到的最新的一些消息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关于湖南的 那么还有一个 我觉得湖南的这个事 是不是还可以再说一说 何平先生 可不可以说一说 成都的这场地震呢 那么 你说你说 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看到地震的 那个消息 但是我并不了解 具体的这个情况 我也看到一些网友 给我发来的一些小片段 那么我也是收到了 很多类似这样的信息呢 那么很多人都非常之惶恐和紧张 民间呢 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一些传说 认为呢 这是今年2020年的一开年之后呢 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一些灾难 也有人的引经据典呢 将几千年前的一些说法呢 也拿出来 那么各式各样的说法也比较多 最近的这两天呢 也有一些说法呢 是关于在成都的一些地震呢 也是被早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看法 那么就说指出呢 这与三峡大坝等等 还是有很多的关系等等 但是不管怎样讲呢 在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的去播报信息 以及很多网友 在传递这样的一些灾害的时候呢 尽量的 尽量的